一当万丹的南北路在24号下午5点多 是传出了死亡车祸意外 警销货报赶来时大概是下午5点10分左右 救护车来到这里时可以看到现场是十分的凌乱 除了有倒地的机车之外呢 更是有遭到撞击的轿车 而路旁的人行道上是坐了一整排人 有的看起来是受了伤十分疼痛 在旁边的地上甚至是躺了一名伤患 已经动也不动了 医护人员赶紧上前急救将人送医 有路过的民众拍下撞击后的画面 警方到场追查 发现是两部机车跟一部轿车 在这里停等红灯时 遭到后方另外一部轿车追撞上来 造成一名机车歧视 是因为伤众不治 另外有三人受伤送医 而警方在调查 造势的这名驾驶的酒车值0.67 到底是不是酒驾酿货 警方表示还要再追查 是因为伤伤的这名驾驶